台当局早前修改高中历史课纲 与强行洗掉中国史 结果闹了个大笑话 在这份不切实际的课纲指导下 出版商编不出教材 到内明年二月就要使用的 高中历史第二色教科书 至今没有任何版本过关 有编书者说 跳楼的心都有了 去年民进党当局修改课纲 要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之中 打的算盘就是通过去中国化 与强行割裂两岸的历史和文化连结 然而在这份内容空泛的课纲下 出版商根本编不出教材 据相关媒体报道 到内再过两个月就是下学期开学日了 但高中历史第二色至今没有任何版本过关 因为正在送审的几个版本 内容80%都还是中国史 不符合民进党当局新课纲 以东亚史取代中国史的要求 越南史 日本史 韩国史等都是拿来充数 更完全没有蒙古史 克刚不知所云导致教科书编不出来 有编输者说从没这么挫折过 面对书商亏损 自己良性 社会舆论及学子受教权 跳楼的心都有了 报道称 台湾高中历史克刚草案前年7月公布时 第二次序论主题是 为何要在东亚历史的脉络中讨论中国史 受到教育界抨击 正是克刚去年十月才通过 比其他科目整整晚了一年 且序论主题改为中国语东亚 不过嘉义大学教授吴坤才发现 高中历史第二次编书十成大延迟 目前包括三明 汉林 南一 龙腾 太语 五个版本全部都还在二审三审中 据下学期开学不到两个月 老师要怎么备课 吴坤才说 根本写不出来东亚史 那为何不诚诚实实的 说自己是中国史 相关台面讽刺 民进党的历史课坑缺乏目标与宗旨 内容空泛物虚 当初就被预言会四书 书商无法写 教师无法教 学生无法学 考试无法考 现在则比当初想的还更惨不忍睹 简言之 不负责任的克刚让编书者 书商 教师 学生乃至全民 都是受害者 只有民进党当局得利 台媒讽刺称 民进党当局竟然怎么审都不满意 何不自己编一本统编本 让大家瞧瞧 毕竟有本事刁难别人 就要有本事收拾懒盘子 针对民进党当局推动的新课纲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曾指出 强行修改高中历史课纲 并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 就是在教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 台独分裂行径的右翼证实 不仅荼毒台湾年轻一代 更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 加剧两岸对抗 台独分裂活动 数点忘组 必将遭到两岸同胞 更加强有力的遏制和打击 我们下期见 不仅荼灯 我 不仅